朋友们好 今天是8月2号星期一 欢迎来到远见快评 我是唐靖远 在最近我们已经有相当一段时间 没有和大家聊到和疫情病毒相关的话题了 但是在过去的这个周末 关于疫情的热门消息是突然的接踵而来 而且它的发源地都是来自于中国 也都引起了国际社会的瞩目 那么这其中主要就包括了两大热门的焦点 一个是中共战狼那个发言人赵立坚 他在新闻发布会上就病毒溯源问题 是再度的公开甩锅 指称说美国的德特里克堡 才是病毒起源的最大嫌犯 应当要受到调查 同时他还抛出了四大疑问 要求美方来做出一个解释 那么这个发言 他现在已经是被中共的内宣外宣都广为转发了 那么另外一大焦点 就是大陆的新一波从南京爆发的这个疫情 似乎已经有越演越烈之势了 这一次的疫情与此前大陆几次的那个局部地区的疫情相比 它似乎是有一点不一样的 那么南京这一次的疫情 它有没有可能像武汉那样引发又一次的危机的大爆发呢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重点的讨论一下这两个问题 看看这些纷繁的新闻背后 能够告诉我们一些什么样的关键的信息 那么赵立坚关于病毒溯源的这番论调 他是在7月30号就是外交部的例行记者会上给抛出来的 当时呢是央视的记者提问 说对美国要求对中共进行病毒溯源的调查有何评论 然后呢这个赵立坚他就立即来了一通长篇大论 他显然呢就是一唱一贺的一种精心的安排 对吧 就是赵立坚呢他首先就攻击美国 说美国把这个疫情政治化病毒污名化溯源工具化 然后呢就点名要求美国解释四大疑问 他们分别是 第一美国应该公布并检测早期病例的数据 第二美国应该邀请世卫组织专家 调查德特里克堡和美国在海外的200多个生物实验室 第三美国应该邀请世卫组织的专家调查北卡洛乃纳大学 第四美国应该公布参加武汉军运会的美国军人患病的这个病例数据 与此同时呢中共科技部的官方报纸叫做科技日报的 他们呢刊发了一篇标题非常耸动的文章 声称说已经有清晰的路径显示 在欧洲发现的新冠病毒是来自于德特里克堡 那么这篇报道呢 他就引述美国一家名字叫做世界新闻网 就是他的那个域名是wn.com的这家网站的文章啊 就说正是在2019年的美军通过他的血液项目 把这个新冠病毒带到了欧洲 这个文中呢就强调了两个重点的推论 第一个呢就是说病毒就是源自美国马里兰州的 这个德特里克堡的生物实验室 我们把它简称叫做德堡 第二一点呢就是病毒呢是通过冷链的血液包裹来传播的 一听到这个冷链传播这个词 我估计有不少朋友啊已经开始露出会心的微笑了 对吧 为什么呢 因为自从这个中共大开表彰会宣布说自己取得了抗议胜利之后啊 我们看到大陆几乎所有在后来局部地区爆发的疫情 都被当地官方是定性为这是海外的冷链食品输入的 同时呢被这个中共操纵的WHO的第一次赴武汉调查这个病毒企业的报告中呢 也是按照中共的意思又罗列了这个冷链输入的可能性 那么我就查了一下这家没怎么听说过的 域名叫做这个wn.com的这个所谓的世界新闻网 发现呢这是一家总部位于纽约的新闻的聚合网站 它在1995年3月22号注册的在1998年才正式的上线 那么这个网站呢它并不是一家独立的媒体 它只是一个新闻搜索的引擎 我们在其中去搜索所有有关德特里克堡的新闻 你会看到啊他几乎亲一色全部都来自中共官方媒体的文章 那么赵立坚的这几大质疑呢 他看上去是气势汹汹的 但是其实是漏洞百出 比如说他要求美方公布参加武汉军运会的军人究竟得了什么病 这个其实并不是什么新鲜的猛料了 对吧 他其实是翻炒去年二月份下旬的一个旧文 在当时啊就是武汉的第一家那个中共肺炎指定收住的医院 不是叫做金银潭医院吗 这家医院的院长叫做张定宇的 他在当时就有公开的屁股摇了 就说他可以证实这五名外籍运动员患上的这种输入性的传染病呢 是虐级与中共病毒没有任何的关系 其次呢这个赵立坚他声称说WHO啊应当去调查北卡洛乃纳大学 并且点名该大学的巴里克团队就是做那个功能获得性增强试验的一个权威了 那么说实话这一点呢是让我有一点惊讶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过去曾经有说过我说赵立坚呢他就是一个二货战狼 但是呢我没有想到他居然二到这种程度 他是声色剧烈的指控说这个巴里克团队有进行人工改造病毒的嫌疑 但是他的话呢他是故意的只说了一半 第二这个巴里克呢他的确是针对着冠状病毒有做了很多功能增益性的试验 但是呢他并不是自己单独做的 他是与一个很权威的冠状病毒的专家来合作进行的 而他的这个合作对象这个专家他不是别人 他正式引发本次病毒大爆发的那个头号嫌犯 就是武汉病毒所的那个蝙蝠女石正丽 他们俩啊在2015年曾经有一起合作 就人工合成了一种杂交的冠状病毒的那个试验中 所使用的最关键的结构就是石正丽独家提供的一个新型冠状病毒的那个S蛋白 所以你可以看到啊就是赵立坚这种手法呢 他就是典型的忽悠强累的大众了 是典型的班食杂脚对吧 不过呢在他呢可能会觉得哪怕是在海外班食杂脚了 痛得他呲牙裂嘴也没有关系 只要能够护弄住国内的大部分人就可以 即便是国内有少数的明摆人存在 现在也是万万不敢发生的 因为因为说真话被抓呀被判的这样的例子已经是太多了 至于说赵立坚他指控的那个最核心的信息就是说 美国德宝的生物实验室是黑手 其实呢他也不是什么新鲜货 要知道啊这个德宝被指控为是制造危险病毒的发源地 他早在苏联时代就已经开始了 在1983年的7月印度有一家名字叫做爱国者报的这么一家报纸 他就声称说有一位著名的美国科学家和人类学家呢 向该报揭发 说这个艾滋病呢是美国的基因工程师 在马里兰州的德特里克堡的生化实验室制造出来的 是五角大楼研制的最新的致命的生物武器 此后呢这个苏联的那个克格勃与苏联媒体呢 就联合发起了一波舆论的攻势 并且呢还联手东欧的各个社会主义国家 在全世界的范围之内对美国进行了一个大范围的诋毁 一时间可以说是舆论大话 仅仅是在1987年美国人制造艾滋病毒的这个谣言 他就以30多种语言被80多个国家的媒体进行了广泛的报道 那么直到1989年就是柏林墙倒塌以后 东德的那个秘密警察机构叫做斯塔西的 他们的解密的档案才证实了 说是苏联的克格勃有参与编造了这个 美国制造艾滋病的这个谣言 并且呢他们是有计划的把这个谣言散布到全球 以打击美国的信誉 这一次虚假的宣传行动呢 在这个档案里面被称之为是感染行动 那么直到1992年的时候 就是苏联解体以后 时任俄罗斯联邦对外情报局局长的 叫做叶夫根尼普里马克夫的 他呢才正式的承认说 苏联报纸上在此前一系列宣扬 美国制造了艾滋病毒的这个文章呢 是由克格勃一手策划的 为了让这个谣言更加的可信呢 这些克格勃还刻意的让这个谣言 是从这个苏联集团国家之外的印度那去开始传播 而那家最先爆出这个所谓猛料的印度的那份报纸 不叫做爱国者报吗 它其实就是由克格勃提供的这个幕后资金 所成立的一家亲苏联的报纸 所以啊我们来简单的对比一下中共的这一波 从美国的大外宣发源的这个病毒来自德堡的舆论的攻势 我们就可以看到啊 很明显这就是在抄这个苏联克格勃的作业了 而且呢他抄得都很蹩脚 事实上呢就在赵立坚这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呢 他就被记者当场打脸了 而且呢打脸的人还是来自于与中共比较友好的俄国塔斯社的记者 就是这位记者呢 他在赵立坚抛出他的那一番指控之后呢 就站起来提问说 中方啊曾经援引国际研究者声称说 人工合成病毒以及实验室泄漏病毒都是属于阴谋论 那么现在中方又来呼吁说要调查美国的德堡生物实验室 请问这二指之间是否是自相矛盾的呢 这个提问可以说是极重要害的对吧 因为可能赵立坚他自己都忘了 他在7月6号的记者会上 他都还在大肆的抨击 说病毒源自实验室泄漏呢就是一个阴谋论 同时呢他还力挺向达萨克等人 曾经在那个柳叶道发表的支持病毒来自于自然演化的这个说法 那么这个提问呢就让赵立坚非常的尴尬了 他的回答也非常的搞笑 他就说呢说美国指控病毒起源于武汉实验室呢 这就是阴谋论 而他呢他指控说这个病毒是来自于德堡实验室 应该要调查德堡呢 这就是有证据的科学的结论了 所以大家有看到吗 就是中共他现在就是一种全面公开的流氓化的状态 而且呢他是越来越把这种我是流氓我怕谁 可以是肆无忌惮的在进行发挥了 就是公开的双标裸奔了 我们呢其实如果说跳出中共这种理指控我什么 我就反咬你什么的这种模式 我们会很容易看到中共最大的漏洞在哪里 这个漏洞呢他就在于当前对病毒来源的两大理论 无论是这个实验室泄露说还是自然演化说 我们会发现其与中共病毒亲缘关系最密切的那个病毒毒株 他都是中国独家拥有的 是全世界其他任何地方都没有的 我们都知道啊这个实验室泄露说呢 是以严厉梦博士的报告为代表的 他认为最大的这个病毒嫌犯呢就是那个编号叫做ZC45 还有叫做ZXC21的这两种舟山蝙蝠的冠状病毒 而这两个病毒呢他其实是上海的病毒专家张永正 是最先在自然杂志上发表的论文指出来 说这两个病毒与中共病毒的亲缘关系是最密切的 而这两个病毒呢 他们都是南京军事医学研究所独家拥有的 至于说那个自然演化说呢 当然就是以石正丽为代表了 他发表那个论文呢 是首次的曝光了与中共病毒同源性最高的 就是达到96.2%的那个RATG13病毒 对吧 这个病毒呢大家可能都已经很熟悉了 石正丽呢就声称说 这个呢就是证明中共病毒源于自然演化的最直接的证据了 而这个病毒它同样是石正丽全球独家拥有的 所以呢我们就看到啊 无论哪种说法成立 所有这个嫌疑最大的新冠病毒呢 它都只存在于中国的境内 可以说就是独此一家别无分店 这个就只能够证明 这些病毒的起源点 它都在中国 这个是中共无法甩锅的一个死结 那么中共的这一波舆论攻势啊 它是针对着美国发起的又一轮信息战了 它的背景呢 当然就与美国的行动是息息相关的 在7月28号 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呢 又会晤了世卫组织的总干事 谭德赛 并且表明呢 说美国支持世卫组织对病毒的起源进行更多的调查 包括要求在中国要进行透明的不受干预的调查 那么在7月29号呢 是美国国会的参议院的外交情报委员会的两党的领袖 都同时致函白宫 就是要求拜登啊 采取更多的行动来彻查中共病毒的起源 并且同时还提出了三大建议 那么就在今天呢 美国的共和党又发布了一份最新的报告说 有大量的证据表明 中共病毒就是从中国一个研究机构泄露出来的 而且呢 这份报告还明确的指出 说泄露的时间点是发生于2019年的9月12号之前 而拜登呢 我们都知道他在5月份不是有曾经下令吗 让情报机构调查这个病毒起源 要给出了一个90天的期限 对吧 这个期限呢 距离现在呢 也只不过是剩下20多天的时间了 而同时呢 这个国务院的父亲谢尔曼 他不是访华吗 在天津 他也明确的提到了这个病毒溯源的调查问题 所以呢 我们就看到啊 国际社会对这个病毒溯源的压力 它是显而易见的 尤其是拜登代表美国政府将要出具的这份报告 他要是一旦结论是倾向于实验室来源 那么美国就势必要采取行动来向中共施压了 因此呢 中共呢 它是抢先发动了一场信息战 它的目的呢 就是要先发制人 以功为首 暗示呢 将给美国来制造麻烦 目的是要迫使美国在公布这个报告的时候呢 对自己的结论要去进行一个自我的审查 也就是最大限度的化解对自己的不利 那么中共这种搅浑水的打法它究竟有多大的效果呢 我觉得它是很难乐观的 因为中共自己曾经力挺这个世卫组织的权威性 对吧 中共现在为自己进行辩护的最大的依据呢 仍然也是世卫组织调查团的那个第一阶段的报告 但是呢 中共它万万就没有想到呢 是谭德赛突然的变脸了 他开始来支持美国的立场 要求要进行第二阶段的调查了 那么这是让中共极其被动的最主要的原因之一 好的 刚才呢 我们讨论了有关病毒的这个信息战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顺便的说一说大陆的疫情 这次从南京爆发的疫情呢 与前几次大陆在东北啊 还有广东等地局部爆发的疫情是明显不同 其进展之迅猛啊 是让很多人包括大陆的很多专家都感到震惊的 大家可能也都很关心啊 就是这波疫情它的走向究竟会如何的发展 那么朋友们可能已经有看到了不少的相关的报道了 就说这波疫情呢 它是于7月20号爆发于南京的路口机场 大家在这里需要留意一下 河南那次号称5000年一遇的那个特大暴雨呢 它也出现在同一天都是7月20号 那么这个路口机场呢 它的疫情呢 现在已经是被官方证实 源自俄罗斯的一个入境的航班 而且呢 它爆发的病毒株呢 就是当前最可怕的 那个叫做Delta的变种毒株 那么为什么说这个Delta毒株 它很可怕呢 是因为第一呢 这个毒株啊 它就是中共曾经幸灾乐祸的嘲笑 印度遍地死人的时候 就是造成这种局面的祸首 第二呢 这个毒株它的攻击性极强 有案例调查就证实说 一秒的接触 它就可以发生感染 14秒无接触 它也会发生传播 10天之内 它就已经产生了5代的传播 也就是说 这个病毒平均的代季间隔只有2.9天 而且在相同的感染状态之下呢 这个病毒的载量 就是入侵人体的病毒载量 它超过去年这种流行毒株的1260倍 第三一点呢 就是这个病毒它的传播链 蔓延的速度非常快 从这个7月20号爆发第一批病例到现在 才仅仅过去了13天的时间 但是中共官方现在公开的数据啊 就已经说蔓延到了至少是15个省26个市 但是实际上啊 在7月31号的时候 我们看到官方曾经是一度有19个省的46个市 有发布了53条密切接触的排查和紧急的提醒 我们简直可以用这种迅雷不计掩耳来形容它了 那么这种攻击力度和它蔓延的速度带来的一个直接的结果就是 在不到10天的时间之内 中共的这个国家疾控局局长王赫胜 还有就是与那个主管卫生系统的最高的官员 也就是中共的副总理孙春兰 他们两个人呢 是不得不先后的前往南京 那么就说明南京疫情已经正式的升级为一个全国性的疫情了 尽管我们看到现在蔓延在各地的这种公开报告的病例数量呢都还不多 与此同时呢尽管官方没有公开的宣布 但是就它采取的实际措施而言 我们看到进入了封城状态的城市 至少是已经有南京 张家界 扬州 诸州 还有郑州等等城市了 其余像包括北京在内的有20多个城市呢 事实上已经进入到半封城状态 或者是局部地区的封闭状态了 尤其是北京啊 就是北京官方截止到昨天呢 他们通报啊 才新增了6例的这个确诊病例 但是现在官方已经公开的喊出了 严防死守不惜代价的这样的一个口号 逐渐高层心理恐慌的程度 那么中共呢 它不是一项自视有那个灭绝式封闭的体制优势吗 对吧 可以傲视各国的这种防疫模式吗 那为什么这一次会如此的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呢 其实根本就在于啊 这一次的Delta这个疫情 它恰恰是严重的冲击到了中共那个所谓成功防疫的两大支柱 就是它的疫苗外交以及那个大数据防空的这种模式 南京疫情这次爆发最引人注目的焦点之一 就是南京机场的人员的接种疫苗率是高达90%以上的 但是呢 根据南京机场的工作人员 他们在接受自由亚洲的采访的时候就证实说 最早的一批被感染的37个病例之中 有36例都是已经接种了两剂的国产疫苗的 而且呢 其中还出现了至少两例的重症 这个可以说就让国产疫苗的效果完全成为一个笑话了 对吧 那么另外一个焦点呢 就是南京疫情呢 是严重的冲击到了中共正在作为招牌去四处炫耀的 这个专制的抗疫模式 这种模式它的基点呢 就是要把疫情消灭在萌芽状态 它具体的操作方式呢 就是大数据的监控追踪 再加上强硬的这种一刀切式的维稳的手段 也就是说 如果这一次南京爆发的疫情 它最终要是控制不住 是引发了全面的失守 那么中共的那个疫苗外交 首先可能就要破产了 习近平耐意鼓吹的这个东升西降 鼓吹极权体制要优越于民主体制的最大的那块本钱 它也就没了 这当然就不是小事 对吧 对中共来说啊 其实疫情失控死了多少人是次要的 现在我们看到各地的封城啊都是参照当初那个武汉的模式 也就是说一个人感染 全楼都要封死 或者是全小区都要封死 究竟有多少人就这样无声无息的消失了 除了那个收尸的人 其实谁都不知道 但是如果说中共它正在四处推广的这个所谓的体制优势 被这个疫情大爆发所揭穿的话 那么中共复兴的那个所谓红色大梦 它就很难再做下去了 习总书记想要建立的那个世界新秩序 也就更无从谈起了 所以为什么中共它现在我们看到它是坐而不说呢 它明明是在频频的封城 但是呢 它却不再像去年武汉那样大肆的去渲染 什么封城抗疫体现了我们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这种体制优势等等 这些话它再也不说了呢 其深层的原因啊就在这里 好的 今天呢 我们就聊到这里了 谢谢各位的观看 我们下次再见 感谢观看